大家好 我是Data 今集我們又去拍一間按摩店 因為在國貿站開了一間新的按摩店 就叫做星月竹道 要去星月竹道 我們在金剛華廣場後門出去 然後轉右手邊 直走就去到鑽石廣場 直走一分鐘就見到鑽石廣場 我們進去裡面又上一樓 一上電梯就會見到月耳方 我都試過兩次, 感覺都幾好 入到星月竹道 我們會見到它的大堂 有好多張豪華按摩椅 不過按摩房不多 星月竹道主力是做腳底按摩 按摩完後, 我就說要拍影片介紹按摩店 他們立即知道我是誰, 亦好配合我的拍攝 星月竹道的按摩椅相當不錯, 可以調校角度 亦有USB位的基本設備, 不過充電速度不快 還有一部獨立電視, 而電視可以調校到適合位置 比較新穎的是電視是用Touchscreen 可以看到大陸電視台, 但電影和電視劇的選擇很少 亦相當舊下 如果大家有用小米盒子的產品, 應該立即怎樣攪一部電視 否則未必做得到, 亦可以叫服務員幫手教台 有一樣要特別介紹, 就是一張比較高科技按摩椅 除了可以調角度放平做一張按摩床之外 更加可以向前移動30cm, 客人可以直接浸腳 最後可以整張按摩床上升或下降, 方便建設法力 今次我試了70元60分鐘腳底按摩, 不用小費 按摩組合比較多元化, 有拔火管和揚州敲打 開始按摩前, 技師用計時器去計時, 這樣比較公平 升月足度會用不少一次性用品, 衛生情況令人滿意 固定洗腳盤在按摩椅下面, 技師不用打碎 第一部份是一邊浸腳, 一邊按肩頸 技師按肩頸好不錯, 力度足夠, 月位準確 我覺得它經驗豐富, 技巧不錯 其實升月足度試液時, 我已經試了一次 但那位技師水準比較普通, 手法亦跟這位技師分別很大 按了十幾分鐘, 技師幫我坐到位置 但我跟技師說, 我右手好累, 請他幫手按按按 他立即幫我按摩右手, 時間超過五分鐘, 非常讚賞 第二部份是拔火罐, 技師會先用玻璃罐, 動作是走罐 走罐四五次之後, 它就會轉用竹罐 竹罐會長時間吸在腳底 之後技師會按左腳, 同時右腳在拔火罐 拔火罐位置在湧泉月, 時間大約十幾分鐘 如果大家不想拔火罐, 也可以立即開始按腳 我就覺得一邊按腳, 一邊拔火罐很有趣 技師按腳的手法會比較痛, 就不是手法有問題 他會多按腳跟或小肉的地方, 這些都是正常按腳手法 如果覺得太痛或力度太大, 就要叫技師輕力一點 第三部份是揚州敲打, 我幾喜歡揚州敲打 揚州敲打有個技巧, 就是左右手的力度不同 一隻手大力敲的時候, 另一隻手要用小力敲 手法需要鍛鍊一段時間 我覺得技師這部份比較生手, 可能之前沒有做揚州敲打 腳底按摩完成後, 大家可以在按摩椅休息一會 整體來說, 升月觸道的硬件好不錯, 地點亦非常方便 線壓比都好高, 如果大家去開金剛華廣場玩 都不妨試一試 看完影片, 大家記住看留言 因為好多師兄師姐都會分享猛料給我們 亦都是我和大家交流的好地方 逢星期一三五, 晚上六點鐘, 我都會準時上片 多謝大家支持